王室封锁凯特病情 休息期延长至三个月 梅根终于能大展拳脚 自从出席完圣诞节活动 凯特已经消失了整整一个月 他的身体情况备受大众的关注 英国王室之前通报病情 虽然有美化的成分在 但是也能听出来情况着实很严重 一位知情人士跟人物杂志爆料 凯特看起来状态很糟糕 恢复时间比我们想象中更久 根据王室的说法 凯特将会卧床休息两周左右 但是现在很有可能延长到三个月左右 显然王室在封锁凯特的真实病情 全程都是避重就轻 只说复古手术 并没有说到底是什么病 眼间的读者也发现 凯特最后几次亮相的时候 一直用手抚摸肚子 似乎那个时候就有发病的迹象 如今的凯特才42岁 但是却是身心俱疲的状态 为家庭和王室操碎了心 虽然手术很成功 然而凯特王妃的状态很虚弱 带病工作具有极大的风险 已经被医生紧急叫停 不少英国媒体也认为 凯特在半个月内根本无法康复 最少也要休息三个月 复活节之前不会出席公开活 王室方面极力封锁消息 只透露不是癌症 但是外界还是流言四起 虽然凯特在伦敦诊所 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但是粉丝还是为他捏一把汗 如此关键的时刻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又开始刷存在感 希望回到英国王室分忧解难 凯特自然不想大权旁诺 因此宁愿带病工作 还是不愿意将公募分给梅根 但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今凯特的情况不容乐观 公务还是暂时放在一边 先养好自己的身体 才是头等大事 显然梅根的机会来了 查尔斯和凯特都住院了 王室这个时候正需要新鲜血液 但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臭名昭著 早已成了温莎家族的公敌 王室会接纳他们 凯特提前复工的计划彻底泡汤 这个时候好好休息才是第一位的 至于工作暂时需要放一放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凯特只有身体健康 才能为王室创造更大的价值 也能更好地履行王室职责 威廉王子也很给力 这段时间推掉了不少工作 陪伴在妻儿的身边 除了要看望凯特之外 威廉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 凡事都要亲力亲为 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一位亲密的朋友透露 威廉家里并没有太多的工作人员 现在难免会手忙脚乱 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开支 另一方面威廉氏亲王夫妇 也想跟孩子们多接触和交流 没想到如今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凯特王妃的教育观很先进 希望三个萌娃可以彬彬有我 同时也能有爱心 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品质 至于学习成绩到底如何 威廉和凯特反倒不太重重 王室传记作家罗伯特认为 在这个特殊时期 保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为威廉王子的好帮手 至今威廉氏三宝还没有见到妈妈 期待凯特王妃早点康复 王室和家庭需要他 孩子们也想快点见到凯特